劝修净土师 诸位大德彼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第三十四首 借问往生何记策 须贫信行愿俱全 信根先向心田众 行足还家愿力奸 路法之良终不道 马无疆欲熟能前 但将三世为福气 吸手同灯九品连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首给出的标题是 往生福气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 左劝又叫工具 凭证 所以借问就是施舍这么一个问题 假设问语了 借问往生要靠什么样的策略呢 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里醒安大师直接提出 必须要平坐 信心愿 就是信愿行 有时候这么排列 这个一定要俱全 缺一不可 信愿行俱全 这是我们中国净土中主师 根据净土经典圣言量 得出的一个共识 这个信愿行 三则是辩证统一 由这个信就能够启动愿 由这个愿就能引导行 由这个行 这里的行 主要是专职 持民的行持 由信愿持民 才能满属愿 就是圆满往生净土的愿 而正属性 到了极乐世界 才能够限量清正 原来属性的 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 万善庄严 妙不可言的 这些一正庄严 真实不虚 那这三则 一定要俱全 就像顶之三足 缺一不可 大家看那个顶 顶早先在古代是主食的 食具 它有三个脚 下面生着火 明以食为天 这个主饮食的顶 以后都成了国家的象征 九顶 这个问顶中原 就是好像要夺取天子之位 这个顶 一定要三个脚 才能支撑着它稳固 那这个俱全就是 如果你三者都没有 或者具有一个条件 缺两个 或者具有两个缺一个 都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信愿行三者 具足 才能往生净土 这里 联赤大师曾经对这个 缺一不可 用一个比喻 形象的 来阐释这样的一个法义 比如 对于道总 这个道合的种子 可以通过 部种耕耘 收获那个道骨 用这个种 和骨的关系来比喻 比如一个对净土法门 没有信心的人 他就不相信这个道的种子 可以 长出那个骨子 那 有信心的人知道 这个种子虽然很小 你栽培下去 栽培这个种子 一定到秋天 可以收获到骨的 这就说明 以信愿持民为因 为这个种因 就能获得往生净土的这个果 这就是相信这个 种子播种下去 就能收获到骨 不相信的 他就 无信根的 他就不相信 这么一个小的这个种子 怎么以后能 能有很多的骨子的丰收呢 他不相信 这是无信之 还有一种是 他也信 但是他没有愿 虽然知道这个种子 摘下去会有结果的 也是一个好种子 但是 他对于求那个道骨啊 没有这个愿心 他相信是像这个种子 肯定可以收获骨子 但是他不愿意要那个骨子 这就比喻 相信念佛可以往生 但是他不愿意往生净土 不愿往生 比如说 他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 他就不愿往生 他也相信念佛可以往生 但是我要在这个世间 生生世世度众生 这就是 信而无愿 还有种是 有信愿 但是他没有 行 那是什么情况呢 他有愿 虽然也希望得到道骨 但没有行就等于 他这个不去耕耘翻土 不去灌溉水利 不去施肥 不去除白草 这些行 行上的事情他不做 那这个种子 也是长不出来的 所以信愿行 全缺或者缺一缺二 都不堪承受 净土甘露妙法 就不是属皮的根基了 就属于非气了 那这个信愿称明 作为往生的 绝对条件 这跟修行没有直接关系 就在信愿行上去谈的 阿弥陀经讲 善男子善女人 就是以信愿持明 作为善的标准 如果世间人 虽然也修种种的 大小称的善行 但是对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信愿行 他也构不上 阿弥陀经主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属于非气 如果虽然有足多的过错 乃至于五逆十恶 但对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有决定的信心 愿意念佛前往 那也属于善男子善女人 也能蒙佛接引 往生尽土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信愿行 完整具足 有的人会说信即得救 你信即得救 那不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教义 那有信一定要发愿 有信愿一定要去持明 这三者 缺一不可 好 那下面具体展开信愿行 这个信根 在三十七套品 有五根五粒 开始谈的就是信根 信根在这个 障通别 缘都各有对属性的内涵的全息了 那对净土法门这个信 就在理和事方面展开 首先在四项上 你要相信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然后在理上 要相信 极乐世界不在我现前一念之外 阿弥陀佛 虽能在十万亿佛杀之遥远的西方 他却在我们当下的内心 结佳夫作 放光动地 唯心净土 自信迷陀 这是理上的相信 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体 弥陀就在我心中 我就在弥陀的心中 好 这些信 在祖师大德 对这个信的内涵 有多有全息 这个偶遗大师的六信 善老大师的两种深信 还有其他祖师都谈信的内涵 这些都是横看成岭彻成风 远近高低都不同 这个信很重要 信为道源功德母 这个净土法门 尤其注重这个信 那这个信不是口头上说的 信要有根 就好像树木花卉 你必须要有根 你没有根 你这个树木花卉会枯萎的 是生长不出来的 所以谈这个信根 根有两个意思 两个法语 一个是能持异 你有这个根 就能够持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而不会失去 就比如这个草木 有根 它就能够把它已经有的枝叶花果 持而不持 那这个对修行人来说 你有这个信根 也就是你自己已有的功德 不会失去 那第二个意思 根有生后意 它有生长后来的 这种属没有的 它能够渐渐能生起来 比如你树木有根 特别是新移栽的 很多多余的枝条都要剪掉 你一看好像并不繁茂 也不伸展 但由于它有生后意 没有生起来的丝叶花果 它渐渐的过几年 全都伸展开了 那就比喻 修行人有这个信根 他没有生起的功德 也渐渐能生起来了 所以信一定要有根 这个根要扎在哪里呢 扎在心田 就像树木的根 一定要扎在地下 而且扎得越深 树木长得越好 它一定这个树根 包括草根 它的力量都很大 它有时候根 是超过它长出的 那一部分的 那个根需向四面的伸展 它为什么要伸展 它要寻找水分 如果树根扎得很深 跟地下水能够接通的话 那么它这个树就有充分的养料 长成参天大树 如果这个树长在沙漠里面 它没有水分 它是生长不了的 好 那我们近年行人的性根 又在新地里面扎下根 种在新地上 那知道一切 世间的功德和初世间的功德 都在我们新地当中具足的 也就是说这个性根又在定慧的 禅定智慧的肥窝的心地当中 扎下去 扎下去呢 一定要有智慧的水 来滋认这个性根 所以这个性 它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 所以《华言经》是以文殊师利菩萨 表性位的功德 那文殊就是智慧 般若智慧的代表 欺负之母 好 那有这个性根抓下去 它就会产生性力 力量 这种性的力量 就是能够破一切怀疑的仇灵 罗网 因为净土法门全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不仅凡夫 不相信二乘行人 全教菩萨都信不及的 全体是佛的境界的 那这个性根产生性力 就能破一切怀疑 所以我们还不能对佛的境界全体了解 由于相信佛的智慧和慈悲固 我们仰性 养性就得要 这个性是行而上的 一个心性上的 智慧层面的善根 所以要把这个行而上的 要用行而下的行词来表达 这就是行 净土中的行 虽然念佛行词有观想 观相 实相 这些 这里主要是谈 词语 专持名号 你专持名号的动力 要很足的话呢 一定要足啊 如果你没有信心念这句佛号 是没有味道的 味通嚼纳的 一念就是昏沉 就是吊举就拉倒吧 就不想念了 你能够一天到晚念下去 从生到死 尽心就去念 它要很强的动力 很强的动力 还要加上这个愿力 这个愿呢 是厌离说佛 心求极乐啊 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了 你这个愿要很坚固 这种信愿的力量 就会给你的念佛的行程 去加油 去推动 如果你修行上没有足够的功夫 这就类似于你在 这个 这个趋向于目标的过程当中 就是路 行路当中 你就缺乏知量 知识 知识 所以穿知啊 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旅行 先要带点钱吧 那个粮就是干粮啊 你要带足知粮 你这个在路上就不至于 饥寒交迫 你能够加有动力 如果你在路上行走 一点钱都没有 一点干粮都没有 你就到达不了目的地 这就比喻你有信愿 却没有念佛的行持 念佛行持功夫上也是要谈的 阿弥陀经 前面介绍一正庄严 这个启发信心 然后有三次劝愿 再就讲 有信愿 诺一日到诺七日的念佛 你这个 这就是你的修行 你修行要达到那样的标准 你阿弥陀佛灵命忠实 才会来解引 这是谈行的问题 再就谈愿 这个愿比喻成 马无疆欲 熟能前 你要驾驭 骑上马呀 这个马 如果你没有疆神 来控制驾驭 他是不会 趋向于那个前面的目标的 这个马会乱跑的 所以这个疆欲 就代表这个愿了 愿就是 燕离苏婆心求极乐 这个燕离心 要把这个苏婆世界 一切看成是 像毛坑 我们每天的贪嗔吃慢疑 污染我们的心性 就像毛坑一样的肮脏 它是牢狱 由于我们的烦恼的污染 鼓动我们去造恶业 就在三界里面 出不去呀 我们是三界里面的囚犯 所以这个 知道烦恼很重 那你愿 这个燕离苏婆 燕离什么 从自己的身心开始燕离 你这个马要行走 你必须要把缰绳解开 抄在自己手上 就好像你要开这条船 你必须要 这个 拔毛啊 那个毛在那里 走不了 你解这个缰绳 把这个猫拔起来 这就是要断爱欲 这如果说你对世间五一六成 还很眷恋 还舍不得 贪生怕死 说明这个愿是不成就的 愿不成就就等于这条船 你想走这个木桩子 把绳子给你拉住了这条船了 你是走不了的 所以这个念这句阿弥陀佛 谁都能念 但你能不能成就这个愿呢 那就不容易了 如果你这个 这个缰绳解不开 马就前进不了 这就表明 你也相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也在念佛 但是你还在贪生怕死 你还在眷恋世间的五一六成 家禽眷术 也是到达不了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些 喜安大师把他说得很透彻 祖师的知见就是这么斩钉截跌的 所以往生在佛的那种立场 失色是万修万人去的 但由于我等众生 也障众烦恼生 信愿行都 都有亏缺 就弄成了一个 亦往而无人的结局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 正确的知见 但将三世为福气 你只要把信愿行 这三种 敬耶知识 把它做到 这就是往生净土的 左劝 保证 不在信愿行之外 再去谈往生的条件 就是在 深信切愿 专持名号上 下构功夫 就能够 透过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 那种神秘的通道 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阿弥陀佛灵命中时 兑现他灵终皆引的愿了 我们就能够代耶往生 那就攜手 共同攜手 同等极乐世界的九品年 那为什么是九品年呢 说明往生的品位是有差别的 就往生这一点 阿弥陀佛平等皆引 但是每个敬业行人 由于他信愿行功夫的浅身 又分为三倍九品 乃至于仕途往生的 这种差别 这个往生凡胜同居土 仕途都有三倍九品 乃至九九八十一品 乃至无量的倍品 但我们在无量书经看到的三倍 观金所展开的九品 都属于凡夫往生的范围 善导大师在观金实体书 谈就是观金里面谈九品往生 上三品 中三品和下三品 那都是属于凡夫众生往生 跟大小乘的圣人没有关系 那上辈三品 属于遇到大乘佛法的凡夫 中品三品 属于遇到小乘佛法的凡夫 下三品 下三品是遇到恶缘的凡夫 一辈子造恶 灵命中时遇到往生善之时 跟他讲述阿弥陀佛的 这种大怨 威德 所以他就自成 称念时生 转地狱的境界 为净土往生的圣境 所以我们讲这个 仕途一般讲 我们念力凡夫 还具足烦恼 念佛或闪或定 那往生都属于凡圣同居土 如果念佛念到 不断见识过往生净土 方便有余土 如果信念念佛 断一品无名 以上往生西方十宝专年土 如果把信念念佛 把所有的无名全都断尽 往生西方长极光土 所以这样的范围 所以这个往生 他是 还是九法界众生 上知等觉菩萨 他也要信愿 持民求生净土 像文书 普贤 观音 四字 善才同子 这些 所以上根立志 等觉菩萨 下自悠悠凡夫 我们像我们这样悠悠凡夫 这个烦恼俱足 乃至于五逆十恶的罪人 五逆十恶的罪人 他也可以平等地同登西方极乐世界 只不过是他是下禀下身而已 就像张善和 一辈子屠夫 宰牛为孽 灵命中时 这个很多牛啊 就围着他索命 这就他就害怕了 赶紧让妻子叫 比丘师父来 那这个比丘法师过来 看他 很恐怖 地狱向现前 就告诉他 这个时候唯有念阿弥陀佛 才能救你 他一听就很有信心 就拿着香 还没有时间来点火呢 就高声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几句说 佛来了 就往生了 就是这样的恶人 都能够蒙阿弥陀佛 慈悲愿力 解引 平等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